-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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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俗專家林正義林老師 - 大家好 - 以及作家謝金瑜- 大家好 - 謝金瑜 那你的本名? - 這我家開台組的名字 - 哎呀 祖先從中國過來的時候 - 對 - 幾代啊? - 第五代吧 - 第五代 所以你算是第七代 - 對 - 你第五代嗎? - 應該第五代 - 謝金瑜寫的是鬼的歷史嗎? - 是 - 貴的歷史 - 對 - 好 等一下再請教 - 另外邀請到的是作家庫林 - 大家好 - 庫林不簡單 - 歷史性的創舉 - 哇 你也寫幾個故事了 - 對不起 嚇到你 - 好 給你自己介紹 - 有什麼要寫幾個故事 - 因為我到了這把年紀 - 還沒有交過臨界的朋友 - 覺得很可惜 - 對 - 對 - 所以我那天在寫作 - 就有一個交我跑 - 一個交我跑來跟我說他是鬼 - 我就不理他 - 他說我是鬼 - 我說你怎麼證明 - 他說我沒有影子 - 我就一看他不但沒有影子 - 連腳都沒有 - 我就把燈關掉 - 我說燈關掉我也沒影子 - 怎麼證明你是鬼 - 他說我會超能力 - 然後就把我的 - 做這個這個 - 鎬件啊 筆啊 - 弄得到處都是這樣子 - 然後再來 - 我說還有咧 - 他說我會變形 - 然後他就開始頭拿下來 - 失之生長 - 然後身體從裡面翻過來 - 血肉模糊這樣 - 然後我說那好 - 我給你錢 - 我抱養你 - 因為很多人花錢養小鬼 - 那我難得碰到一個鬼 - 那我就花錢養你這樣子 - 他說那你養我 - 你也給我錢 - 我要做什麼事情 - 要去害人嗎 - 我說不用 害人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 你只要負責去替我找別的鬼來 - 告訴我你們的故事就可以了 - 他說這樣我幹嘛 - 我變成你的寫作題材 - 我說你當個孤文野鬼到處亂嚇人 - 到了七月好兄弟 - 你也不一定吃得到人家祭拜的東西 - 你不如讓我寫在書裡面 - 說不定還可以垂簽谷對不對 - 所以我說你多去幫我找一些鬼來就對了 - 他就去找 - 然後我就把我的稿子壓住 - 因為我的稿子裡面 - 已經有很多個鬼在那邊叫說 - 不要被他騙了 - 我們被他騙了 - 書裡面都跑不掉 - 所以我一個一個 - 騙一個鬼來就寫一篇這樣 - 你好嗎 - 還要買死人 - 你是認真的 - 我跟你說 - 我從小時候都不怕鬼 - 睡夢裡的 普通什麼鬼 - 我碰到過很多次 - 一點都不怕 - 但是你真的碰到鬼 - 真的碰到了 - 待你來分享 - 還有一個老師沒有介紹 - 來 這是文石工作者翁燦耀翁老師 - 大家好 - 唉呀 drill 阿 inspire - 苦靈也碰到鬼 - 唉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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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來捏 - 我去參加另外一台的鬼故事比賽 - 每一次都冠軍 - 這樣喔 - 從來沒有輸了 - 那時候現了對不對 - 不難輸掉 哎呀呀呀 因為剛才差一個跪的 哎呀呀呀呀 哇 這個今天那就豐富了 來來來 跪到底從哪裡來 因為我們今天有跪的歷史 對不對 那我們要從這個新聞講起 這個新聞 是一個81歲的乎你送 乎你送 他去做哪裡 他去歐孫 他會報 可能吃豆腐吃三點外 要拿包包嘛 這個就去歐孫 結果呢 去歐孫是不是要把包包放在旁邊 對不對 結果 這個他還有把沙灘拿出來 可能會用蠟沙的 他是7月24號 補點外 去他們山頂歐孫 但是 那邊怎麼不回來 不回來大家就頂上了 那就開始找囉 結果 早早早早 發動很多人 包括里長、蕭峰、鄉親、親近朋友 出兵五十都去出 所以這樣陣仗很大吧 很大 結果 結果 早上 有看到他的衣服 隔天早上 9點外有看到他的衣服 有看到他的包包 他也學到一些孫子 他說 那個褲子 這樣辦政策二十公囑 都找 找找找找找找找十八 但是都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歐一桑 許先生 結果說 暗時六點多 現在暗時六點多就暗了 突然間出現 這大家就走到死了 突然間出現 那麼他出現的時候 定義他在外面多久 一天半 中午一點到隔天的晚上六點 一天半 說發言他的時候 他躲在頭上 似乎過度驚嚇 兩眼無神 雙手全身顫抖 張嘴想說話 卻一句都說不出來 我說實在 翁老師 林老師跟我 都不是這種卡小 說我就演 我會演你 其實這個例子很多 我們在高雄柴山 有一個人去山裡面走 迷路三天 柴山都要去三天迷路 柴山的 有什麼三天 三天找不到 結果他自己走出來 他母親要跟他離婚了 說你一定去找你四四 對嗎 假作迷路 哪有可能在那裡殺肝 有可能是嗎 後來他們用什麼方法 他們只要去拜 去拜慈天公 慈天公 霍賽 觀世音菩薩 說拜託位 你就讓他平安回來了 結果這樣 還有他放拋了 這樣說沒想到 他們五分精厚 這個老先生就走出來了 那棒棒有選優嗎 選優在這裡沒想 那選優呢 沒想 沒想 然後呢 他當然起先是戰斗 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態度太過驚嚇 結果後來他有說話 他說 我看得到他們 他們可以收就對了 他們在我身邊走來走去 但是他們看不到我 夭壽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其實這個例子很好 這個例子是典型的 就是說你進入了一個鬼的場域 以前就是說 人的肉眼可以看到對方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反過來 場反過來 現在是人看不到 他看得到你 對 這個就是你進入了一個 不同頻率的震盪的能量場 那人的那個腦子裡面的多巴胺 就被刺激到 變成轉換到一個空間了 所以孫子是所有裡面 刺激多巴胺通坐 所以常常有抓到鬼 竹林最多鬼 對 因為它分泌出的頻率 這個頻率就涉及過大 所以古代人說 你如果要種植 你都要種好 連在一起 你千萬不要有破洞 有破洞就遭音了 因為植裡面是 所有植物裡面都 沒有人有中空 所以它發電做中空 所以那個地方可以唱音 所以你會記得 我們要遭噴的時候 就是那隻竹子很重要 不是那隻雞子而已 是那隻竹子 那隻竹子就有辦法 在它放在裡面 所以那個比較科學就是說 你進入到竹林的場 招門番 還有叫招門番 對 你進到竹林的場 才猜孫子的時候 朵巴胺會出來 人會有幻覺 所以那個歐吉桑進去 他就第一個 他已經進入到一個 就像我們打坐看到 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其實人也 其他的那些 那些搜納隊 進去的時候看不見 因為在程度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看不到他 所以現在吃 我現在經常吃到立串 孫子是統治多巴胺 那個是什麼 去斑孫子也冒著生命危險 很多啊 你看那個陽明山上次也是 那個丟掉是在建築森林 你照說那個歐吉桑進去 它建築很密耶 建築 但是建築多管 很低啊 很低啊 所以照你根本看不到 照你講你 你如果有找到 你又打一槍 就用丟掉嗎 看到外面怎麼走 但是這就是 因為人 在這個能量廠裡面 已經轉換成 我們是多種空間 不是剛才模型的嗎 這就是模型的廠 就是硬的廠 這是他們的長 這是他們的廠 就是你進入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的廠 有能量多巴胺 越多的地方就是模型的長 你會產生 你會 它會驅動你的幻覺 然後你會喪失你原來人的一些 一些自由意識 那這樣我說 你如果是你們就要比較怕我 你知道 我 是什麼長頭大呢 我那長得很得尾 你會喪失你 你會喪失你 我們小時候 真的到那個墳場去玩 真的有鬼火 那靈火啦 對啊 對啊 你就用跑嘛 你一跑它那個 就這樣亮起來了 而且你停了它就停 你走它還會繼續 它有 它有 它有意志 我有一次在北宜 我姑姑坐在我後面 他我們就追著那個 追著那個鬼火 那鬼火不是我們講的說亂飛 它前面有一個黃色的 大概這麼大的 黃色的球 那個土里公會 黃的 後面跟著七顆 是藍綠色的 那在北宜 九彎十八怪 他就這樣 走那九彎十八怪 我去吃的時候 到北宜他就飛這樣 飛去天空 不過本來也是這樣 照著馬路這樣的區域 我們可以追嘛 蜿蜒 後來已經快追到 它就往上飛 你說它會排隊嗎 靈火排隊很奇怪的 那靈火不是說 因為是屍體 有很多靈 這個是靈位 靈是現象 但是會排隊 會跟著那個黃色的燈走 你無法用任何的 這個李信來指示他 就是說他其實是有 大閥的都叫土里公 大閥的衝石 就是土里公 土里公把那個 七八丁 可能是高雲那麼多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是在那 九彎十八怪 落去有一個墳場 在那裡不會出來 你真的沒看過靈火 就是看啊 這樣喔 你沒看過靈火 我是沒有看過 我沒看到土地公 我只看到小的亂跑 小的亂跑 土地公火 靈火會亂跑 就是因為你 如果趙柯傑也講說 因為你動就有氧氣嘛 有氧氣就把它點燃嘛 對 所以並不是他在跑 是這裡的點燃 這裡點燃 這裡點燃的感覺 好像他在跑這樣的感覺 我那個看得很像五龍 只有一條 而且跑很久 你看他排隊 是有刺激的 可能是土地公 土地公帶他們出來也有啦 無聊無聊嘛 都會得到 需要帶陸隊長這樣 你不失作家的創意 陸隊長 那是怎麼拋什麼 你如果用巨大的聲響 它這個震盪會把原來的場 就破壞掉 所以古代用暴竹 把底下燒掉 竹子 用竹子燒 以前叫暴竹 暴竹就是最早竹 暴竹就是 除了聲響破壞以外 它有一個抑制型態 就是說你就算躲在竹子裡面 都沒有用 所以它那個暴竹 是從原來是真的用竹子燒 燒到後面像鞭炮 是 是 是我們後來才改成 它怕聲響很大聲 就跟砲的一樣 砲開 跟砲的一樣 可能會搖有什麼 搖是 你如果過大槍 你一個山底一直走不出來 你要去小便 因為小便 我們後面有一個叫喚醒器 就會 那個康德里你會覺醒 覺醒的時候 空間就回來了 對 所以我的肉是有效的 請多多愛用 你看嘛 你早上起來 你把它昏沉 然後去殺了一把尿以後 變成什麼 轉換到清醒嘛 所以我們身上有一個叫喚醒器 那個只要喚醒 你的靈魂就會回來 那為什麼 拜託觀念菩薩 人的信念是量子糾纏 就是說 我跟你之間 如果是一個信念的概念 那這個訊息場會傳過去 所以 那個 那個訊息場過去 再加上報竹 這兩個 就把場議打開了 來 有模型嗎 有 開始有 有模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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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沒有 這裡沒有 你研究也沒有 對 我沒有 我看過了 模型只有對男朋友 沒有對女朋友 哈哈哈哈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模型的拜託來吹一下 對啊 我開外掛 可是有些阿婆 有有有 通常是老人家才會 老人家比較弱 好 歡迎繼續收看新聞瓦瓦瓦 那我們先加進來的一位來賓 是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英語 他把他的電視處女秀獻給了新聞瓦瓦瓦 他是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的教授 林美榮林老師林教授 歡迎 曾大哥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叫我鄭大哥就對了 哈哈哈哈 那林教授啊 他也寫書喔 他寫書是 台灣幾個國 台灣幾個國 對 為什麼叫幾個國 國書的國 對 幾個國 國就是國書嘛 國那個國 我們剛才你說 模型有一個學生八十一歲 你這個那個鄭達 那個鄭達 那個鄭達 叫我們找到 對 很多人 在七鄭達 七鄭 對 七鄭 我們小弟 過去在那個部隊 做聯胡島長 那他部隊一個阿彭哥 突然失蹤他 大家找幾個天找不到 他的部隊在苗裡 後來在那種香的那個 南道那個 七鄭達裡面找到他 苗梨跟南道是怎麼走到那裡 是怎麼種什麼七頂 不知道 種得很囂張 哎唷 苗梨跟南道 跟南道算你裡面 可能像我一百公里 因為我做模型的研究 左臨右舍親朋好友問 聽他們說很多 我知道模型的故事很破片 他的史狀是怎樣 人家在七頂那裡 密密麻麻的七頂那裡 怎麼走到那裡也不知道 走不出來 找到的時候已經死了 就只有刺傷而已 沒什麼多傷 對 一般來說模型是人創痴而已 不可以自人醫生 不可以傷害就對了 不可以傷害 可是我研究模型收集了很多傳說故事 還是有不少死亡的案例 而且花蓮特多 你的研究刺過幾個模型 我自己沒有刺過 但是很多人有刺過 對 多少人 對 我有一次在熊山火車頭 古火車頭 剛才七十幾歲的歐吉桑 他是頭生的 拿芭蕾來賣那時候 古火車頭 不然現在有新的事 我問他要買芭蕾 問他你有聽過模型的故事 他說有 我就遇到 問他怎麼遇到 他就說有一天 他好像一直想走在山裡面 一直走一直走 走很快 走到一個酒邊坑的地方 人窮下去 想要威頭來吃 才知道阿蟹 剛才沒生 他怎麼知道剛才沒生 他自己有這個感覺 驚醒了 因為我們 沒生是一個文化上的存在 他就知道 就趕快求這個山神土地 趕快求他們家聽堂拜的眾神 然後這樣慢慢在求 我這樣祈求的過程當中 浪浪慢自己平靜下來 冷靜下來 然後他才慢慢清醒過來 然後才找到回家的路 這是一個他親身遇到模型 然後自救成功的一個故事 那會不會是自己編的 不會 不會編 因為你民宿的東西 你不能懷疑講故事給你聽的人 他賣芭蕾那個地方 偷偷賣芭蕾就是叫芭蕾拿 就是芭蕾拿就是走到那個芭蕾拿 因為摩芭蕾除了戲弄你 讓你找不到路以外 會騙你去吃草或者吃土 他等於射魂了 大部分被找到的都是在吃草 或是吃土 所以一直在九八坑 九八坑的頭前他哭下去 所以摩芭蕾的傳說故事 有很多一直重複出現的母題 包括九八坑 把你抓去手上釣共手 讓你吃土 大坑 草魅蕾 你都想說是很好吃的東西 實在 都是香噴噴的東西 草魅蕾你叫是雞腿 牛腮巴你叫是蛋糕 香噴噴的蛋糕 所以這些很多的母題 都跟我認為 都跟那個早期人類的叢林生活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們人類都經過那麼很早很早以前 這個early man的時代 他們都在 這是什麼時代 early man 早期的人類 早期的人類 英文 我們研究很厲害 都要知道人類發展的歷史 是 所以人類以前都住在洞穴裡面 所以摩芭蕾的故事 很多都 九頭坑 九八坑 把你帶去洞穴 把你帶去大排水管 寒洞那種 那個有洞穴意象的地方 很奇怪 老師你哪裡人 我南東人 超頓人 超頓南東人 會說洞穴 對 洞穴 我們國家公園的警察 有碰到 那是證人一大堆的 警察怎麼可能碰到警察 有那個警位 所以才是很特別 就是我們國家公園的人 是跟警察 他們國家公園警察一起吃飯的 有一天晚飯 對方沒有半個人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去問 問到一個值班的 值班的時候 他有兩個警察去巡邏 開警車到那邊 然後下來用走的 就是他們常常去的地方 結果走著走著 過了不久他打電話回來 給值班的 說我們兩個今天可能要在 在這裡露營了 因為走不出去 每天都走著路 就是怎麼樣都走不出去 回打牆 結果那個值班的警察 趕快打電話給一個 已經放假要下山的警察 打給他 因為他不能離開 值班都不能離開 所以你回來找他 那你就回來 回來 因為沒有警車 他就騎到外面 騎到路邊 大路邊 沒有路邊 怎麼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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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邊走出來 路邊而已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找不到 他們全身 後來我也看到 他們全身都是泥巴 他們就真的 自己就迷路了 準備要答應了 是陽明山嗎 沒有 在雪霸 對 雪霸 他就在馬路旁邊 就找到了 老師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警察的裝備 現在越來越爆 GPS都找不到 哇 這很奇怪 對啊 結果後來我們回來就講說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有人在講 今天農曆七月初一 沒拜拜 是這樣 後來歸咎原因 可能是這樣 趕快去拜 是警察嗎 對 後來有聽他們講 他們怎麼說嗎 他們就是找不到路 對啊 他們也不太好意思講 因為那個 一天到晚巡邏的路 有點丟臉 丟臉 對 他們就說 反正他們就找不到 找他們說 你明明就在路邊 我一叫你們就出來了 你們怎麼會迷路 而且他不可能摸火 他們要吃飯 應該是很開心 你如果之前就有那種摸火 對啊 喔 那不是我們基本上就是山津水怪 所以他都會在這個山林水溢的這個地方 喔 山津水怪 所以如果有山的地方就可能有 有水的地方有 所以蟹也有 對對對 有山就有水啦 有蟹就有鬼啦 對對對 他有形象嗎 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他的很經典的那個描述就是說 他獨足一隻腳 然後這個腳有 一隻腳 腳有鋪 矮矮小小 鋪要怎麼說 鋪跟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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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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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鋪 他的頭先做什麼 他的頭啊 他會分公的 母的 頭我不太知道沒有特別的表述 應該跟長 形容是說他長得像小兒 差不多有多大 這樣嗎 差不多這樣 200公文左右 所以很多某些人都說被小孩子騙去 我見過 給你看過 對 我們那個五峰復復的旁邊 有一個叫鯉鯉鯊 你什麼死人拿過去 就雷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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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 那有一次呢 這個我跟我的這個祖母 因為我們兄弟在大棗 木頭大概都剪光了 然後我祖母 要不然就去那個山 因為那個山沒有人敢去 一定有很多木頭嘛 不入虎穴 可是我阿公比較沒空 所以我阿嬤怕頭前 我阿嬤空比較大 然後我跟我阿公走一起 然後我阿公就 因為他很怕 所以因為對他們來講 那是當地的 就是確實的文化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你如果看到模型 你眼睛要摸起來 因為那條山 好 才說完 剛要上山的爬坡路 就衝下一個 就是剛才那個教授講的 就小小喊 然後眼睛 阿公就說眼睛摸到 然後我就摸這樣 他常會形容他的眼睛紅紅看 因為他的眼睛 你想看 你想看一下 對 他就轉頭 要跑之前轉頭 他一看可能不太對 因為我阿嬤可能他的天靈蓋沒關 所以他那個能量可能很強 他就開始尖叫 尖叫像那個 誰尖叫 尖叫的話 像小孩子有時候會鬼叫的 那個聲音頻率很高 然後我看一下他就開始 用姿姿的跑 往山上跑 就是要跑曲姿 姿姿路 不是這樣跑 可是我從後面看到 這樣我就知道 那是什麼聲音 我小的眼睛 我老婆在那邊說 後來我看到後面在跑有譜 就是跳著走 然後後面有青蛙點 有青蛙的那個 腳上有那個像青蛙的斑點 然後他照面轉過來的時候 他介於人跟猴子跟猩猩之間的一個長相 然後上面的毛很稀疏 眼睛就是紅的毛 我剛才對焦 但是他可能在緊張 他也沒有射魂能力了 然後接下來呢 那個他的整個身上 就很稀疏的毛 可是有斑點 那什麼聲音 就是跟青蛙點 比青蛙點稍微褐色一點 我們都會行 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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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有手 手腳都捕 都是捕 都是捕 就是像青蛙的 所以他跑不是用跑的 他是跳的 就是半跑半跳的那種方式 那是水怪嘛 水怪他會有 聽起來跟河童好像會聯繫 跟很像河童對不對 對 日本的河童 河童也是水怪 那個實際 那 成績有一次呢 我們呢 好 哇 真的有目擊證人 對 哇 老師 你聯繫名 你就是 這是一個有看的 很多台灣人有看到 台灣人有看到 那個 桃園台地的農民 他會跟摩神仔大戰 台地也有 台地 桃園台地很多皮糖 摩神仔都在鼻子 鼻子 有水 有水 這樣等一下說 好嗎 先休息整晚告 大延長 有水 山津 的 有水 有水 電風 電風 我們來賓這有這麼久的 有這麼久的 有讀到的 有研究的 這個真的讀到貴 這個真的讀到貴 這個也讀到模型了 一遍 這個也真正眼睛看到 那老師你是研究的學者 對 我聽了很多故事 聽了很多故事 對 幾百個故事 這是一個研究 我們也是研究 研究 應該也是跟老師一樣 你這裡算說比較不穿 我比較弱 我比較戰力比較弱 老師你只聽到說 有人看過模型了 突然模型了 有幾個兒子 這個特別的就是陽明山的農民 他們講的故事 那個才距離我們幾十年前 他說看到常常農民做水利設施 水有的要渣 要動 怎麼水利設施被破壞 就想說去渡渡看看 看看是什麼小孩 高小孩去破壞 不好意思 因為我正常的 那是破水的時候要有穿起來 對 穿起來 穿起來跟放上去 水就動起來了 穿起來溶起來 水就流 對 那是穿起來 小水壩 不是水壩 水渣 小水渣 我們說分斑也是用斑的 斗力也是用這樣 就是看著 翻面去看 看著模型在那裡 農民都拿水清都拿在地頭 地頭去那裡就把它撲下去 撲下去之後就... 模型跑不掉了 跑不掉 捏到模型去捏到 捏到又來拍日 拍到沙 還怕... 那是晚上的衣時 晚上捏到 衣時就來拍了 就來拍日 像說要拍到死 還怕他去噴到水會再挖起來 就都放一把火幫他燒燒死 所以我們台灣找不到模型的標本 跟日本很多神社有合同的標本 不一樣 我們找不到模型的標本 但是真的有農民這樣去捏到 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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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到他的性 知道他是水怪 怕他又捂到水 還要再挖起來 就放一把火幫他燒掉 所以揚年三個方向 所以他是要去搞怪水牆 是不是 對 導彈就對了 當然他是導彈過 模型的會幫你創豬 會幫你開玩笑 謝謝 不好意思 武漢有一年我剛好到武漢 那個報紙就是在長江的裡面 抓到一個核桶 抓這個核桶 以前的人根本你一下去被核桶抓走 你根本沒反抗能力 他是在長江裡面的 後來他們研究是一種水猴子 有塞的 然後那個抓到那個人是誰 是海軍陸戰隊 因為潛水是他習慣 會掛一支刺刀 所以下去的是 去有模型的兩隻腳抓住的 兩隻腳抓住 把你拖下去你一定完蛋 他還好 因為他有這個刺刀 就往他的手 就把他拖下去 受傷 換他去抓住 所以武漢造成風洞 第一次搞 福建也有 中國第一次發現了這個核桶 就是這個概念 他在水裡很有力 他在水裡抓你 因為他有塞 他可以不用上來 他等候有抓到他 有抓到他 所以他報紙就給他登出來 還有那個像 覺得很多就是說 當年為什麼一定要送人去寄 合伯 就是說總是要讓人家抓去 抓去之後到底是幹什麼 不知道 就是說要取親 古代的概念就是合親 不合親的話 那我就弄個女的給你給合伯 所以這是一個 好啦 所以你要抓就抓這個 我 不要這樣 我說我們下去九彎十八拐 第一個就有一個大堆酒頭 所以那個村 那個村叫玉石村 隔壁叫白雲村 他就是白雀仔 玉雀仔 所以那個村 那我的親家就住在那個 往下的河邊 他們晚上要照顧 後面要照顧 所以人家要睡 睡在那裡 沒了 沒了 他就喝死的 所以睡在那裡就殘化 殘化就減 因為你在田裡面 唯一的地就是睡在殘化 所以他們都會鋪一個簡單的草 然後就有一個蓋子 把它稍微的草搭起來就蓋 結果有一天 兩個水鬼來 兩個給它撞起來 就是模型的嗎 那個水鬼 它給它撞起來 就要給它帶你殘地下去 它就穿起來 穿起來開始就是 因為它有黑貴工夫 它是武術專家 那個力道很大 就跟它火拚 火拚水鬼就跳到水裡面 它就一路追著它 然後接下來 所以人贏鬼 因為你看它 它可以在關公的面前 郊西公面前人大刀 它的大刀是180斤 所以它是武功高強 然後最後它也在河邊看到一個光球 像籃球那麼大 它就往那個追 那個水鬼也是跟著它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水鬼就跟著它 然後最後它追不上了 這是它曾經碰過真實的 去顧阿嬤料 去顧阿嬤 謝謝 老師你剛才說那個 那個頭紅皮塘那種 皮塘有水的所在 然後就走來就噴了 在頭走來就噴了 過時都差不多是大同小異 所以有些人他會說 那個竹子你如果走路看過那個竹子 那個那個長牙的地方 你把人摸到裡面 黑黑 那就是心去摩西蘭吃 是嗎 所以人們對於摩西蘭的 相關的傳說故事非常多 我如果沒有做這個研究 我不知道它那麼普遍 台灣南南北北東岸西岸都有 而且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那翁老師你是怎麼做到 我是因為我們的江湖 江湖這是日本時代的神社 神社 因為北百川宮 仁舊親王 就是說台灣攻打日本的 攻打台灣 日本攻打台灣 這個主帥 進會司團 他的司令官 他要再住一個 到了這個地方就變日本宿舍 日本宿舍因為他們這個 都有孫宮古代的分局長 或是有局局長 學校的校長 或是這個警察 他們要這麼大 也有生小孩 有的小孩在這裡派去 那沒有優惠就派去 就在我們江湖旁邊的跌坡 就有10台那裡 旁邊又有一個小溪 所以因為這個小孩 他沒有超多 慢慢數天日月的精華 慢慢他就變模型了 對 就在我們晚上有時候公園 七八點那時候 路上沒有什麼路上 看到他差不多一百公分而已 對 青紅色的 都青紅色的 紅色的 但是黑度的 不是純紅 純紅 沒有跟你說話 也沒有跟你拍就好 黑紅的 就是跟日本的油比較大一樣 不過我們家以前也有一個山 我們種過季 我們那裡有一個K是巴掌溪的上游 或是次蘭溪 就是說我們那裡也有K也有山 但是我們沒辦法塗到的 老師問我們是怎樣的 我會幫他吹一下 陽氣太重 陽氣太重 像說你那裡是 叫做電影還沒有 我們都是八年比較輕 我們會這樣說 八年比較輕 精氣神比較不好的時候 心情比較鬱鬱的時候 所以你碰到這種時候 不要一個人上山 弱的時候 不要一個人上山 弱的時候不要一個人上山 不怪他在哪裡 問我找老先生老太太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這個林美榮林老師 台灣幾個個 其實都是他採訪過的故事 包括不是摩西納還有貴的 主要摩西納他會幻化 然後他會有時候變成人 有時候變成動物 變成人 他有時候會變成你熟悉的人 然後有時候譬如說登山的人 他就一副那個山友 山友或者山龍的打扮 那你以為他是認得路的人 然後你跟在他後面走 那走一走你就脫隊了 對 他會欺騙你 會蒙騙你 他會在你創地就對了 所以毛巾跟貴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老師你的車裡面有聲音 有人去跟人家叫人 那是逆水跟人家叫人家叫人家 經常自己打扮的時候 對 那就是我在我們中醫院旁邊 一個所謂店 老闆娘說的 他的親的堂哥 十幾歲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小孩那時候小孩都要去拿那裡損水 那其中有一個小孩 就像在那裡搖牙要逆水 他就很快很勇敢的去救他 那個小孩子也被救起來 他才是十幾歲的孩子 他還救起來 可是他回到家了以後 就開始生病 看醫院看醫生 然後都沒有結果 那等到他們知道說應該照民俗 應該是要去請這個 他被救起來的那個孩子的家 叫他們煮一個豬腳麵線 來給他吃 就叫他起來 等到知道要跟他們請求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奄奄逆死了 死掉了 對 那就是說你 從幾歲要抓狗體了 你當時你去人家叫起來 你去人家祖來 同樣 變成自己的名字要忘記 不是做好事都會好嗎 很嚴重啊 可是民俗其實有解的辦法 可是大家可能對民俗沒有很了解 真正碰到疾事的時候 才想要怎麼處理 四處去問的時候才問到 其實是有解的 你說民俗就對方要煮 要給他豬腳麵線 豬腳麵線不知道 所以可見很多我們以前的民俗 是很重要的 顏色 我一個朋友他開酒吧 他每天都要喝酒 結果有一天他就醉了 醉了回家 他就喝醉嘛 所以路邊有個路障 就是那個像紅帽子的尖尖的 他就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三角錐 三角錐 他就踢了他一下 把他踢倒 然後還罵了一個三十斤 那屬家的罵 對啊 因為喝醉了嘛 但是是半醉啦 因為他每天喝有點半醉 然後回家睡覺 他跟他女朋友同居 結果他就睡了 睡了以後就夢見一個女鬼來 這個女鬼來跟他講說 你幹嘛 害我這個害我的事情 那個壞我的事情 他說那我怎麼換一次 他說那個三角錐在那裡就是 我在旁邊我要抓交替 你把他踢掉以後 我就抓不到了 然後他就惡夢嘛 他就突然間醒來 醒來 怎麼他女朋友 女朋友坐在旁邊沒有在睡覺 你幹嘛 他說我看到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坐在你肚子上 哪有還看到 他夢見裡面就是 那個女的坐在她肚上 夢見而已 那是做夢嗎 可是他女朋友是 看見 他是傻眼了 女朋友看見一個女生 坐在 因為他不是醒來的嗎 二夢醒來的嘛 他想這是一場夢嘛 結果發現他女朋友怎麼沒睡覺 就在那邊驚嚇 他說你幹嘛不睡覺 他說我看到你 有一個長頭髮的女生穿紅衣服 坐在你的肚子上 有有有 所以他第二天很怕就是 就是來問我說 這樣有要緊嗎 我說你去那樓頭 去人家灰這個 就拿個箱 了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就叫我治文 嗯 所以這是 米民間 人做的工作有影響 他說有一個計程車朋友 說那個乘客對後面打一下 要告訴他說路要怎麼走 嚇一個鬼叫這樣 失魂落魄 他說我只是跟你講方向 你幹嘛嚇成這樣 今天第一天開計程車 然後呢 我以前開零車的 開零車 可是我朋友真的開計程車 載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上車載女孩子 載一載他忽然發現 那個女孩子把頭放在雙腿上 還有 然後再梳那個頭 所以因為後面很暗嘛 他就是後照鏡看 然後嚇著他 他說小姐 你拿那個頭幹什麼 他說我要拿去還給人家 沒有 結果他就煞車 然後門打開燈就亮了嘛 一看 女孩子好好的 他那個是髮型 練習的那個女孩子 真的啊 真的啊 沒法師了 對不對 他跟他借那個頭 要拿去練習 要還人家 難得節目做到這個氣氛 這也很恐怖欸 你為什麼要研究鬼 其實是因為 你為什麼要研究鬼 我現在這是一個誇獎吧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的姑姑 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 那我們小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是為什麼 其實我爸爸跟我 阿媽他們都很疼愛這個姑姑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放來我們家的新名公媽白 找過呀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憑什麼為什麼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後來 其實我們大家台灣的 台灣人應該都會有聽到一個習俗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紅包 你就不能撿 就是女鬼要嫁人嘛 棉婚 為什麼男鬼不用 為什麼女鬼才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我一直都一直有個疑問 那一直等到我後來 其實我是研究歷史的 我一直開始研究 開始研究性別史 之後我才發現 因為這其實是因為 我們有接收到 就是所謂的千年傳統 它其實是因為三重四德的 那個三重的原因 是一個女性 你必須要別人的女兒 別人的妻子跟別人的母親 你的人生結束 要經過這三個旅程之後 你才算真的結束 那如果沒有完成的話 那如果沒有完成的話 你的人生就是 要做人家女兒 為人女 為人妻 為人母 就是在家重複嘛 出嫁重複 富士重複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的人生就不算完整 但這件事情到現在台灣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你可以完全不用嫁人 你也可以多元成家 可是在那個世界裡面 好像這個風俗還是存在的 是 對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極度的不平等 那我們的人類的這個權利 並沒有 就是這種平等的權利 並沒有溯及到那個世界 那所以對這些 沒有結婚就去世的女鬼來說 不是就很不公平嗎 所以我才會開始就是研究 關於就是姑娘 然後關於女鬼 還有冥婚的這個部分 是 所以你現在是說 在替這些冥婚的女鬼爭女權 爭鬼權 基本上如果就是地府的朋友 你們今天有看這支節目 麻煩就是我希望各位 就是可以養起一個 女鬼權的革命這樣子 就是說像聯絡網要求釋憲 對 應該要做這件事情的 對 玩收視 玩收視率 一定高 今天是因為大家 對不對 沒有去那些都會歡迎 你都認識 對啊 所以我們才這本書上就說 自己用也很好 然後你燒給祖先的話也可以 好 中元普渡也可以用 就是 對 自己有沒有碰到鬼 我其實沒有 因為我自己是基督徒 基督徒也有鬼啊 你以為牧師沒有驅過鬼啊 不過基本上我們其實 因為開外觀 那驅鬼其實是非常少見的情形 那驅鬼的話 在意大利 你去問問黃國倫牧師 看他抓多少鬼 對 義大利其實才有真正完全有系統的驅魔那個系統 但其實據梵蒂岡真正的大驅魔是他驅了十幾萬次驅魔 他說大概只有不到一層的是真的 我女兒在本來住梵蒂岡的旁邊 那他因為他說他羅馬很多鬼 所以他希望我去幫他看房子 就不要找到那個鬼屋這樣 我說那你是那麼怕嗎 他說我的老師是個鋼琴大師 他彈琴有一天就慘了 就彈一彈了 就發現有些音是別人彈的 對 所以因為他去他老師那裡 就覺得老師很奇怪 怎麼放一杯威士忌 放在那個要彈琴就要放一杯威士忌這樣子 然後自從放了威士忌以後 就不來鬧了 所以他每一次要彈琴 一定要放一杯威士忌給那些女兒 這其實是說什麼騷鈴 還是鈴騷現象這樣 你講到那個鋼琴老師 所以你弄鋼琴老師 你看其實東方西方 各國都有這個觀念 就可見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大家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也不是說我傳給你你傳給我 而且大家對鬼的基本的形容 大概就跟我剛剛前面講 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那真的 其實就是不同頻道 譬如說45台才看得到你 44台就看不到了 以後門會進攻 有的人他就會偏偏看到比較多台 他有一個鋼琴老師 他的小孩的家長跟他說 老師如果我的小孩在你家講說 他看到什麼什麼 老師你不要太驚訝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的小孩看得到那個 而且他在學校都常常看到 他那天叫他小孩說 你看到不要講 因為你一講的話 同學老師會害怕 對 就你不要講就好了 對 那他還不太相信 然後就問說 那你看我們家有嗎 他說你們家才十幾個 然後他去坐電梯 他就說那他們會坐電梯嗎 他說會 他們都站在四個角落 害他現在坐電梯 都不敢坐角落都站在中間 可是也有的會從上面倒掛下來這樣子 那一個小孩沒有理由 這麼小他去說謊言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多小孩子都會看到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是我們人跟鬼之間 一個滿好的和平的狀態 就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不介意我們輕擾他的空間 那我們也不需要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寫這本書的原因 我很在乎他輕擾我的空間 你感覺得到嗎 現在我覺得肩膀重重的這樣子 我看到你後面 有一串這樣子 有一串頭 農曆企業要嚇人最好嚇人 我一次跟我朋友兩個人在釣魚 有一個偶遇上農夫走過去 你三個釣得很高興 突然覺得沒有開 你們兩個在釣魚 對啊 他竟然跟我說你們三個釣得很開心 兩個人趕快回家 你也給我嚇到 你不是不嚇鬼 嚇嚇嚇嚇 沒看不到的 他會嚇 苦亭這本書對不起 嚇到你 那裡面有講到一個是剛死的女人 毒死老公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個男的 因為這個老公 簡單講這個老公就偷吃了 偷心 然後他太太已經很久 他冷落他太太 就是他有一天他忽然說 他想回家吃飯 大概良心霸見 從來都不回來的 那天回家 那太太就說好 推薦 我準備給你 然後太太就那天穿得特別的慎重 然後像好像家裡面點蠟燭 然後像一個西餐廳那樣子 來放音樂 浪漫 對 他就很浪漫 可是他就反而覺得很奇怪 說為什麼對我這個樣子 然後太太就說 結果他就想想說 太太應該知道他有問題 才會這麼樣的 故意用這樣子的 就是說那如果我外遇你會怎樣 太太說我會毒死你 結果他一講他就不敢吃了 可是太太就拿那個紅酒拿起來喝 那太太就跟著喝 然後那個牛排太太也吃 他跟著吃 甜點他吃 他看太太吃完一下沒事他就吃了 就吃了之後肚子痛 他喔 我好像中毒了 他說奇怪我明明看你吃的都沒事 為什麼我吃會有事 然後太太說其實我早就死了 然後旁邊那個門 浴室門被風吹開啪 然後他太太掉在上面 How are you 這是鬼故事之一 這是真的 這都是收集來的啦 他已經吊刀了 對啊 所以他才用他的身體來 大部分鬼會留在人間 就是有含怨 含恨他才會留在這邊 然後做一些比較可怕的事情 那如果說有外遇的男生要被毒死 我看台灣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有外遇的男生很厲害 他用超能力去外遇 就他本來外遇的話 被太太抓到 然後就寫回過書 說我以後就不外遇了這樣 然後太太就原諒他 然後之後他就有一個新的興趣 就是打坐 可是打坐 坐坐坐的就整個人就空 從零就不知道那裡 叫他什麼都不會行這樣子 可是他每次打坐回來就很開心 打坐完就很開心 很興奮這樣子 然後老婆說這樣也不錯 這是總是在家裡面很大 結果呢 有一次他明明在家裡打坐 老婆出去 看到老公帶一個女的進賓館 那他不是在家裡打坐 對啊 他就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啊 那趕快跑回來 跑回老公在家裡面坐著 對 然後醒過來很舒服 然後我說你剛剛是不是去賓館 你怎麼知道 他是用打坐的時候靈魂出竅去外遇 所以本人身體在這邊 精神出軌 那不是精神出軌啊 老師 那是肉體出軌精神 來來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但是靈體出軌 政節很高 靈體出軌 靈體叫出陰省跟出陽省 好 那這個金魚啊 他寫的鬼的歷史裡面 其實也有講到說 棉婚導致殺人 對 戀案 這其實是因為大概在 中國建國之後 當然是禁止所謂的迷信 可是實際上在陝西附近 這種民婚的習俗一直都在 那我們一般大家 可能老師們都知道是說 我們現在的民婚 其實就是兩個牌位放在一起 就完成這個儀式了嘛 但是在中國民婚 是你必須要兩個屍體放在一起的 可是如果你是窮人家 你家裡就已經超窮了 怎麼會有人願意把女兒嫁給你呢 捧你的牌位結婚 當然沒有 所以在陝西有曾經出過好幾床的案件 是說從沿海的地方買屍體 女性的屍體 然後賣到陝西去的 那為了 因為當然是越新鮮 越年輕的屍體的價格就越高 所以曾經有發生過 為了要取得新鮮的屍體 去沿海殺人的事件 然後賣到陝西去這樣子 那我在書裡面講 其實這是一種千年傳統啦 就是在唐代的時候 其實民婚就是要 兩個屍體放在同一個棺材裡面 才算是完成這個儀式這樣子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應該是因為移民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風俗有比較多的簡化 然後也比較有權益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去找活人 他們是直接兩個死人 對 要放在一起這樣子 人家沒結婚就死就很麻煩 對 所以我還覺得有趣的地方是說 在中國那邊的民婚通常是男方主動的 因為他們希望就是兒子在那個世界 還有人照顧嘛 可是我們在這邊常常會是女性 必須要完成這樣的一個使命 那在姑娘廟跟這種奉事的習俗裡面 其實即使一個單身的女鬼進到 這個姑娘廟有時候還是會被排擠 所以在中庄大學的那個 黃萍英教授的研究裡面 曾經好像有訪談到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他其實被放進去姑娘廟之後 託夢跟他家人說我想要離開 那他家人當然就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我在裡面被霸凌這樣子 也是會被排擠這樣子 大家就是不喜歡我 所以他後來就離開了這樣子 不過這個林老師 林老師的爸爸的房間你不敢去嗎 對 我爸爸因為他的命裡面有三七 所以 三愛太太 三愛太太 所以 什麼人家說的 對 就是我祖父會算命 我自己老公叫來給他算 對啊 三七嘛 所以我老公說要破解啊 你娶的這個老婆 我媽也不錯啊 人善良 然後又能力也都三同四得嘛 那 OK 那給你娶一點 就是說你要娶明婚 把這個額度把它補滿 婚姻才會好嘛 實質的太太只有一位啦 對 然後呢 因為我祖父沒有告訴我爸爸 你是三七 因為他怕他用這個理由 所以 他就開始誤射 所以我阿公就是在這個中間呢 就找了兩個 就是 那就額度滿了嘛 結果我祖父走了 那一年就是有人 就是要我 還要叫我爸 所以等於 超過額度了 宜蘭跟台南非常多民婚的係數 對 可是他娶了以後 我那時候小時候 因為我爸爸要三天 我媽要不能跟他睡 他要跟薪姬牌要睡三天 所以自從那之後呢 真的和薪姬牌要睡三天嗎 對 對 對 我哪裡在這裡 薪姬牌放在床 對 對 對 枕頭就是 所以我們不是說帶薪姬 哪用帶薪姬 對 所以從那時候 我就開始進去我爸爸的房間 我的記憶裡面都是起雞皮疙瘩 因為薪姬牌放在裡面 不是薪姬牌之後就要拆去 那第四個人好像一直都在那裡 但是進去就很硬 然後再隔一年 我爸就殉情 自殺 跟一個女 跟那一個嗎 要嫁給他那個嗎 不是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他實際的 實際他有一個愛情的對象 也生了一個小孩 結果兩個人就完蛋了 就走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額度在民署裡面說 你額度超過了 超額了 人家就把你取 本來你是取民婚 現在是你要到民間去了 跟他完成這個心願 所以我常常有人打電話問我說 老師 有民婚要給我補一下 你說你是怎麼買民婚 他說我賺錢了 我現在沒錢 你要去算命 算我你有命嗎 你如果額度不夠 你帶來就事情大條了 那是怎麼民婚可以賺錢 民婚在宜蘭 你的嫁妝 就像正式的 嫁妝到像這年了 而且宜蘭人嫁妝的嫁妝是 大條手段也有 都接不來 還做個夢 給你 不是 那個是騙金 騙金給你 但是他還有一個招粉種 他如果有那個 你來去替 不是他在身體壞了而已 你爸爸殉情的時候幾歲 我爸36 很年輕 對 我聽過一個更年 女生幾歲 女生小他大概二十幾 二十幾歲而已就對了 我聽過一個更年輕人 是逢甲大學的學生 他們學生住在學校出身 都是住那種套房 結果他就跟他女朋友叫曉慧 然後兩個人 曉慧就老實說你家裡面有別人 曉慧一般都不用找 別的女生的醃織味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說沒有 然後曉慧就跟他約會 然後就走了 走了之後他在那邊 他就躺下來 躺下來就聽到一個 地板上有個聲音說你不要壓到我 他就地板上怎麼會有聲音 他就說你是誰 他說我是躺在你這個地方的人 他就覺得說一定是地下 一定是樓下的跟我開玩笑 他就砰砰砰砰跑到樓下 看到樓下的人正在搬東西往外搬 他說你要去哪裡 你要搬走 他說這個房子不能住 天花板老是有一個女生跟我講話 說他在這裡 所以他就確定了裡面有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相信裡面有人 不然樓下的人不會這樣 他就回來說 他說那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說他以前就是住在這邊 他以前是在這附近 然後他喜歡上一個大學生 但是這個大學生 喜歡上這個大學生之後 這個女的又變心了 這個小惠又變心了 這個女的變心 去喜歡另外一個做工的人 就兩個人爭吵之後 那大學生失手把他弄死了 把他弄死了之後 因為那棟大樓還在蓋 他就把他半夜把他拖到那個 兩個層樓之間的地方 在那邊放在那裡 然後人家不是灌混凝土嗎 就把他灌在裡面 所以你這樣就找不到屍體 所以他就在困在裡面出不來這樣子 那他就問他說那你這樣怎麼辦 他說我也沒有辦法 我只能在這裡 我永遠都只能待在這邊 他說倒是你自己要小心 他說他就問那個女鬼說 我要小心什麼 他說你不覺得你小惠好像要離開你嗎 他說對 他最近對我都比較冷淡 然後閒東閒西的 那萬一他離開我怎麼辦 那個女的就說沒關係 沒關係我陪你 他就他想說你要陪我 他就問說那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那你就說我也叫小惠 好可怕 不過我去看老師的書說 其實有時候面對死亡 人面對死亡有時候會很體貼 那是誰說 對啦 就是我看天啊 我們這麼多個故事 就是會感覺說我們台灣人 因為就是對死亡 因為每個人你無論你身分如何 你到最後的那條路都一樣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細微的體貼 貼切的這種思維 關懷 你說也去看過什麼 新的王魂坐在靈堂的一個角落 對對對對對 那個很多新王的 新王的魂這種鬼故事非常多 因為你家裡都 老爸老母 阿公阿嬤都會過身 那個故事都很多 有時候他就坐在那個靈堂的那個角落 就是說那個地方就是說 他們阿嬤要重開之前 整個病院搬回來後就 要送回家 送回家 就先用一個木板 他要貼貼用一個木板 然後屍體放在這裡 那個頭的地方 頭是你的鼻孔斷氣的地方 頭是向外的 人要過往 你的腳他們都要朝外 所以等到那個 他把頭放在朝外 等到那個棺木做好 然後把那個屍體 遺體 棺木往內移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變成他們 情有在那裡商量說 喪失什麼辦的地方 他那個 那時候他回家了嗎 對 已經回家了 是他回家了兩點鐘 回家了 他媽媽 他媽媽那個頭的地方 就變到 他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他就覺得 人一直要睡著 他一直想要睡 他想要砸鍋 一直聽到蜆蜂 有這樣 噢噢噢噢的聲 大家的老婆說 他們老婆同樣去坐那個地方 也也是這樣感覺 同樣一模一樣的感覺 那就表示說 人過往後 他的靈體 就是還在斷氣的那個地方 噢噢噢� 一般人都會執著 他們在哪裡 他會執著那個地方 噢噢噢噢 中文 剛去世的人的提念 是真的好像還蠻強的 因為我記得 是我爺爺去世的時候 因為不是都 飯都是要媳婦上 就是負責嘛 那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剛好是過年的時候去世 所以時間非常長 那就沒有媳婦回去 那在拔背的时候 就是怎么都拔没 可是我觉得阿嬷可能跟阿公 就是心电感应 他就跟她说 你是不是因为媳妇 没有回来你不开心 然后啪就对 她说那你不要这么任性 就是晚上叫媳妇回来好不好 然后啪就有背 然后晚上就我妈回去之后 把她送饭 我爷爷就很高兴 马上就是有背 而且就是 其实上次结束之后 不是最忘了是 你家里面所有的那些 生主的祖先要出来 等于是有些像普渡这样 那我们就是要每个都有祖先问说 大家是不是都来了 其实有一个是我们的 算是北宫奏 那就问北宫奏来了没有 就北宫奏 怎么样拔都没有拔 那塞公奏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回事 结果后来大家想一论之后 我爸就说我知道了 因为北宫跟我的阿祖 北宫奏跟阿祖不合 他就跟北宫奏说 阿伯阿祖你来 然后我们阿公没给你打 因为他们两个兄弟戏强 我听说我阿祖就拜人家财产 然后还打哥哥之类的 所以他讲完之后 你如果走 我如果走就拜 这样子 然后一拔就有背 所以其实即使到那个世界 他们还是会执着一些 过去的事情 然后一些未了的事 就人死了以后 他那个灵绝还是在那个之间 多久才会参与 就你 七七四十九 四破先走 我们要三年才会走完 那么久啊 三文七破 所以以前要守孝三年 然后座七要做七七四十九 哇 还有百年 还有对年 还有三年 这样 是 后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没 还没接 好 好像是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这个林老师 台湾几个国 里面又有说到一个 是 孝生 晚上去 孟老婆跟妈妈上京 对对对 那是我一个超短的同乡 七十几岁 特别早来我办公室 说让我听到的故事 他就很友好 老母贵心 台湾台北的观音参 他就有好心 他就应该是去守墓 去那里上京 上京的是一些旁边的 好兄弟子 孤魂野鬼就来听经文法 就来听 做会听就对 做会听就对 所以因为这样 久了 他就爱上京 爱持奏 所以他的精奏的能量 就变成很强 所以他来跟我的 讲故事给我听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台大医院里面 有一个帝宗安 所以病患的家属 有时候不保护 你就要去救新闻 救帝宗 他就常常在那里服务 这些病患的家属 或者病患本人 常常替他们送经持奏 所以如果经过他这样精奏的 这样的这种送念 有的如果改过往的就很好过往的 有的如果说他煮旦的办法要好 就这样精奏的力量下去 就刺下去 他办法就很快就好 所以这个很神奇 也就是说他那个精奏的力量 是因为有这些好兄弟在帮忙 有时候鬼不走是因为人不放他走 我那个朋友是他的姐姐 她是女生 姐姐嫁到香港去 有丈夫 生了一个小孩 后来他丈夫忽然 他姐姐忽然过世了 过世了之后 他妹妹就过去帮忙照顾这个小孩子 然后这个小孩就一副就是 完全都没有伤心 然后都讲说妈妈说什么 妈妈说什么 这都感觉好像妈妈还在 他完全不知道说妈妈不在这件事情 那他也觉得怪怪的这样 那他这个姐夫是当然很伤心 但是还好 只是说他也煮饭给他们吃 然后他姐夫每次吃饭的时候 就会拿一盒看起来像是胡椒粉之类的 夹在那个饭里面这样吃 然后吃了脸色又很难看 他就实在忍不住认为说 这是补药还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伴着来这样吃 就问他姐夫说 那为什么你吃这个东西 他说你姐姐生前有告诉我说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要离开我 所以他死了以后把他火化 这就是他的骨灰 把他吃回去 补充高概的 因为这样所以他的魂走不掉 所以他在家里 所以那小孩还以为他妈妈还在 因为他没办法离开 因为你看他的骨灰吃了 所以他的魂就走不掉了 有时候是人不放鬼走 不是鬼不肯走 好可怕喔 我一个人到最后他是被排出来耶 你怎么瞎话呢 我一个客户就是他一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 18岁 妈妈带来就是他就是被一个日本的 因为他们住在以前日本宿舍 那个老房子里面 然后我就突然间他女儿本来好好的 后来就18岁那一年突然间会讲日文 会讲日文然后其实 最后不用误会就行了 不用误会 但是是一个蓝的 他讲话的时候变成蓝的声音在讲 然后我就困扰他很久 后来就到我那里来 那我后来就跟他那个沟通 跟那个女的先沟通 就是说如果把他驱走好吗 他在理智上说OK 因为他也觉得这不太好 结果后来呢 就开始真的要驱走 他女儿又后悔了 就是说为什么 就我跟他好好的 每天都有做那件事情 所以他舍不得 所以就这样 带回家了 所以有的是你要 你要把他弄走 他都本人都还不愿意 很迷人 很迷人啊 我还有一个人是被白天 先生载 那个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居然在当场 在他先生的面前 就做那件事情 那先生又看不到 他就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 就是先生看不到 但是那老婆已经 就是害到 所以会有一个动作 生魂颠倒 对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是有个对象在那个 他看到他还在里面 他那块土地 是原来他买来想投资 结果就没有卖出去 没有卖出去 他就因为资金缺乏 就把原来的房子卖掉 卖掉那当然就去 那个土地很大嘛 他就盖一个 比较就是盖一个 可以住的地方 结果那个土地 原来是有一个坟墓 那个坟墓要买之前 你要把它刷 没有啦 那就是 对方就要用 越土地越掉了 所以那个林还在啊 因为这个地 已经是不干净的地 而且那是原来的坟 你也不知道 你的地基可能都已经 所有骨灰都敛成了 就在房子里面可能都已经 碎骨了 我刚刚讲的那个小朋友 也是跟他妈妈去看电影 结果那个是在于 用他们老公吃 他们老婆的滚 不是 有小朋友 钢琴老师说 那小朋友看得到 他跟他妈妈去台南一家 新的百货公司看电影 明明就没有几个人 结果他进去 他跟妈妈今天人好多 后来他们问说 那个底下是坟场 原来早先是坟场 所以他真的看到很多 大家也要有娱乐的 他没有说谎 这不能讲哪一家电影 几个也来娱乐 几个也来看电影 没有 你就特定电影 都给谁爆满 爆满 来来来 那翁老师这边是 有一堆老公帽住在山顶 那是日本时代的观测所 观测所 那个维度 三千公斤也吃贯了 老公很恩爱 三千公斤 那两个都日本人 那太太吃水 典型的日本美女 那两个顶头虽然痛苦 但是算说很恩爱 刚刚也年轻 都完生了 那边这样 突然跟女的得重病 重病突然没法度 就在那后边 观测所后边呆了 每天这个大夫很哀疼 但他早上起来都发现太太 要再臉上顶了 而且躺得直直的 跟他睡在一起 对 跟他睡在一起 一耳朵 再耳朵 打不住 这大夫是走得要死人 怎么会这样 我就把他带好 每次在重户再把他埋葬 还是一样 隔天又来了 到时候是这样说 原来是他自己有梦有症 我说明朗把他带来抬起来 在床上跟他一起睡了 对 同样是重温以前的夫妻的救命 哪有那么简单 有帮我挖起来 到时候是派这部纸瓶的人去 这发现说 哎呦 怎么会 他在西郎旁边 是我们观测所的观测员 这么坏远的 可是他也会捂烂掉啊 没有 因为高山 温度太低 没有捂烂 这个 这个是有来源的 这个我这本里面有写到 真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 听到同样的每个故事 对 他最后一刻